亚洲流行天王罗志祥4月12日将推出新专辑No Idea 专辑名称大完美想法创意 上周小猪为新专辑暖身造势 开直播全名抓猪,同时全程启动扫描 No Idea QR Code的活动备受关注 新专辑情歌主大,罗志祥 已于3月25日晚8点进行亚洲百大电台联合首播 3月26日中午12点歌曲全网上线 喜欢直播和粉丝互动的罗志祥常在自己的直播中K歌 曾经演唱胡彦斌的神曲,你要的全拿走,备受热议 直播影片不止上热搜被热议 也让当时正在筹备新专辑的罗志祥亲自向原唱创作才子胡彦斌邀歌 胡彦斌欣然答应 在编曲上,胡彦斌设计了许多巧思 瞿风偏向Future Bass X Pop录制时小猪反复跟制作人沟通 希望能磨出他想展现最好的唱腔 乍听之下好像是一首普通的情歌 但又充满浓厚的小猪X胡彦斌style 尤其是副歌一直重复着我只想的歌词 让一直在录音室中反复唱着的小猪觉得好像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他灵机一动说,不如就把这一首歌名曲,罗志祥,吧 这一首胡彦斌的最新创作语,你要的全拿走,有一曲同工之妙 再加上小猪神来一笔的创意命名,可说是强强联手的超级神曲 最新同名情歌主打,罗志祥,除了创作才子胡彦斌为他量身打造 MV更邀来偶像剧女王陈乔恩单纲女主角 已经有五年没有演出电视剧的罗志祥,一直在胜选适合的剧本 这一次新专辑要拍情歌MV 于是他和公司讨论要拍一首剧情版的浪漫故事献给歌迷们 首先想到合作多次的金曲奖导演黄中平,至于女主角人选 他第一个想到一直没有正式合作过的偶像剧女王陈乔恩 很久没有拍MV的乔恩接到小猪的邀约非常惊喜 两人坦言之前原本有戏剧单位邀约,但后来因故没有合作 这次二位金钟奖提名的两大男神,女神演员终于有机会合作 距离上次拍MV大约九年前的陈乔恩 专程为小猪飞回台北连续拍摄二天 从来没有戏剧合作过的两人一见面就挑战亲密戏 罗志祥表示自己拍MV通常会以激情戏开始 因为能很快进入剧情里需要的情绪 演出浪漫剧情的两人私底下却是嬉笑打闹,各种综艺感 二人也相约将来一定要合作一部新戏好好切磋一下演技 罗志祥,MV将于3月27日晚上8点首播 MV上线当天晚6点,小猪也会进行直播 大家敬请期待没想法 设限的罗志祥NO IDEA我只想直播 因为太久没出片,小猪了解到粉丝对于新专辑的各种期许 新专辑,NO IDEA,不但邀来全球知名涂鸦艺术家 Andre Sarevn为预购精装版设计logo,还附赠MRA潮流贴纸 另外首批期间限定的限量版内附48张拍力的造型的写真卡片 小猪精心设计二组不同的写真风格 NO Joke不开玩笑版 Just a Joke时尚玩笑版,满足歌迷们就等多时的许愿清单 罗志祥全新第12张音乐作品 NO IDEA,没有太多的华服和包装 没有概念和形象 只有最初喜欢跳舞和唱歌的热情 4月12日